诶,客新闻这么短,要看到最后吧? 哦嗨哟,我是品君,欢迎收看客新闻 今天要带来看的新闻是 高低价两样勤,同班股出头天 台股昨天再度连绿 这个高低价股宛如两个世界 这个短线震荡的格局呢,法人就说了 台股暂时还是难脱离这种区间震荡的格局哦 而且啊,成交量连续四日都压在3000亿以下 外资调节的力道不减之下 都使得低价股会表现得比高价股来得好哦 那台股昨天上市贵的14党涨停的个股当中呢 并除掉交易量少于500张的冷门股之外 就有中华化浪凡 如果想要知道浪凡的更多资讯的话 先偷偷的跟大家说一下 可以注意晚上的六北共哦 今晚8点哦 好,回来回来 就是有中华化、浪凡、月峰、经营生计等八辆个股 而逆市上涨5%的呢 同班股也是暂比来到八成 根本就是低价小兼兵以下克上 那中小型个股表现得相对活泼 那高价的IC设计股其实就表现得相对疲软哦 像是股王、股后啊 他们就带头领跌 而其余38党呢 这种百元俱乐部的也是血流成河 不过呢 ASIC设计族群呢 还有细制裁 他们表现得就相当不错哦 像是力旺还有志源啊 表现得就相对的优异 这个在昨天6的新闻里面 也有跟大家分享到啦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一点的资讯的话 也欢迎回顾昨天的新闻哦 那专家也表示啊 随着AI、5G还有WiFi6的各项发展 这个电子产品功能继续提升之下 再加上这个涨价效应 其实呢 这些相关个股都可以来多做留意 尤其是明年营运还会继续成长的相关个股哦 大家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 不用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 因为我们各项资讯呢 其实在节目或是新闻 都有很多详细的资讯给大家了解哦 还有群组 也是有非常多即时的资讯给大家 所以大家也要继续关注我们哦 特新闻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